同样也是关怀长者的相关报道 像是有不少公益团体就透过联合活动 为长者们来打理他们的门面 像是包括这个益检按摩等等的服务 希望让这些老人家也能够实际的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社团法人仁德关怀协会 新北市大树社会福利基金会 以及中华新思美容沙龙学会合作 日前在新北市的林口仁爱公共托老中心 办理为长者们益检指甲头发按摩活动 这项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以帮长辈们打理益容 除了让长辈们能够感受到社会温暖 更能提起长辈年少时爱美的身体心向感受 进一步达成长辈被尊重于自我实现需求 就是我还蛮感谢国际新思学会的 然后今天到这边益检 然后就是有这边不管是有指甲头发按摩 那今天来到这边的感受 其实是还蛮开心的 因为会看到家里有很多长辈 然后在这边可以帮老人家益检指甲 因为我是剪指甲的部分 那老人家其实剪指甲行动非常不方便 那现在又有很多老人家因为潮湿的关系 又会有灰指甲跟卷甲的问题 然后能来到这边能服务老人 其实真的很温馨也很开心 但是一种自我灵魂的提升 就是因为我很早以前接触这行业的时候 我就会很喜欢这种就是帮助老人家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对你的回馈 还有他们对你的表情 那个感受是非常温暖 你还可以感受到现在社会 其实还是可以很有爱的 仁爱观光脱脑中新主任表示 老人家不是因为年纪大就没有爱美爱帅的需求 所以活动当天将以失智失能及行动不便的长辈们优先服务 就是各位的美容专家 我们的新思协会的这些老师们 来为我们的长辈们 所有长辈们 在做一些有关我们的一个美容的减法 还有按摩 这些活动 本次活动提供长辈不只是满足底层的生理需求而已 而是进阶运用到长辈牢牢相助 被尊重于自我实现需求 达到活药老化 减缓失智失能的核心目标 以上新闻记者林口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人口采访报导